3 2 1 請假關注 請來 忘記錄 奇怪 我怎麼不曉得 幕僚是不是有做過沙盤的推演 還在做 還沒做出來 所以的確有在沙盤推演 但是還不曉得怎麼做 根本還在討論而已 因為這種兩審制的話就是 好像是宣判20天內要有決定要不要上訴 然後還要在6個月审判 所以算一算 6月1號我這樣算的話 一定會拖到12月去 為什麼我都不曉得 旁邊的人好像先幫你在準備 你在哪裡讀到我的消息 平面媒體 這常常很奇怪 我常常在報紙上讀到我的計畫 我都不曉得 這是這樣啦 這給大家先聲明一下 其實我們說台北市還債 是以整個台北市為範圍 在台北市政府的範圍內 那個叫資金調度 所以如果資金調度可以還債的話 那就歡迎其他 不管是民進黨 國民黨限制政府去資金調度 列車使用期限 我想這個專業問題專業解決 應該是一開始設定20年 但是後來經過一些重要零件的更換以後 他們判定說還可以再用20年 我想它才是專業問題專業解決 所以這個應該也不是什麼問題 所以它這個要用多久一定有專業的評鑑 而且這都是專家在審查的 這個我倒反而不擔心 地震的那種緊急應變 包括從緊急應變到發生的時候要怎麼應付 還有那個災後重建 其實我覺得日本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對象 因為他們是當事人 而且剛剛發生過 所以應該去看一看他們整套怎麼應付 其實我跟你講 我最近在研究 2018年台灣在國際貿易上最大的敗筆 是沒有參加CPTPP 就是日本主導的那個自由貿易區 在日本你知道 就謝長廷大使他一定知道 知道說台灣在整個國際局勢有沒有 當然是這樣啦 我們也不可能每一樣都要贏 所以還是要計算說台灣的最大利益應該是什麼 賈安倫喔 對 我不曉得 現在我們都是真課黑 沒有賈安倫